發現不是每個品牌都會提供自己本身在香港的銷售程中 那些零售點在哪裏 因為有很多牌子讓你買不同的產品都會告訴你零售點在哪裏 但原來奶粉就不是那麼全面去提供的 有些有 有些沒有 但如果你真的想增加這個消費者買正貨和不是水貨的信心的話 你這一方面的資訊對他的地上很重要 因為我知道上網查一查 我就會知道這隻牌子在哪裏有零售點 原來這間藥房是賣的 我去那裏又可以買到便宜一點的奶粉 但亦都可以增加他的信心 就是這間店賣的都是一些我們叫做正貨 我覺得奶粉商是絕對做得到的一個工作 可以提供多些資訊給消費者 另外一個建議就是亦都是希望奶粉商 都是盡量幫消費者去辨別那些真貨和假貨的資訊 因為如果你是正貨的話 是真貨的話 是有些甚麼辨認的方法 如果可以進一步提供這些信息 去給消費者來看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所以在這裏 我們都是呼籲奶粉商 在這兩方面的資訊 是盡量提供給消費者 可以幫他們又買到便宜的奶粉 但亦都可以保持他們百分百的信心 和50宗 比起2019年 即是說疫情未開始的時候 只有17宗 因為其實爸爸媽媽很可愛的 他們買奶粉不是那麼多網購 他們都會到街上買的 但是我們看到在疫情那個期間 大家始終都是因為要抗疫 居家 所以就多了這個網購 就是這個奶粉 但是問題在哪裏呢 就是主要都是兩樣東西 一就是那個送貨疑 你網購了 但是竟然送不到貨 那就更加擔心 阿B沒得吃 所以就是會導致投訴 在2020年就有17宗 在2021年就有8宗 而去到今年年頭 頭的6個月就多了 就有10宗了已經 而説貨品質素 就是今年就有15宗 頭的6個月 2021年就10宗 而在2020年就有14宗 所以收到那個貨品 是有問題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消費者 可以說是在我們網購投訴裡面的關注 variable 其 premis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